服务员 电单 站住 服务员电单 那个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特别不舒服 我让我同事过来帮你 小飞 你以为我没认出来你啊 躲什么呀 电单 田田 你不是跟我姐说在什么大的餐饮集团 当经理吗 平成服务员吗 我不是服务员 我是经理 经理有时候也需要帮客人电单的 你当我白痴啊 经理穿你这身 小点啥 我 我不是服务员 我是送外卖的 今天人手不够 我过来帮忙而已 行 你骗我姐是吧 我告诉她去 千万别 我是有苦衷的 田田 要不让小飞哥坐下来说吧 别废话赶紧说 到底怎么回事 还不是因为你 我怎么了 我用了你教我的办法 我投了那么多的简历给各大公司 结果就这家公司要了 你刚开始说好让我当经理 谁知道我一过来就开始让我送外卖 我送到现在 没事 这些都没事 我不是欠你钱的吗 妈 我不得先把欠你的钱还清了 我又不是要长期做这份工作 你说是不是 所以 千万别告诉你姐 我真的不是故意瞒着她 田田 男人有时候也需要面子 你告诉你姐了 小飞哥就没面子了 算了吧 算了吧 好吧 那你堵了一时堵不了一世啊 你自己长点心吧 我知道了 放心吧 谢谢你 我先去忙了 还没点单呢 好了 别不开心了 笑一个 笑一个 我笑不出来 我姐这段恋情高开低走 本来她家庭不错的 你知道吗 结果笑微家突然破产 这下好了 这也变成服务员了 天天 要是我也变成服务员了 你是不是就不喜欢我了 我童天天是这种人吗 不过 不过什么 如果有一天呢 你的颜值不在了 就算你变成世界首富 咱俩也没想 你说什么 站住 站住 再说一遍 说吧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非要来你办公室谈呀 你知道小飞进口吗 小飞 出什么事了吗 罗总 您点的外卖到了 叫送外卖的进来 好的 进来吧 小飞 怎么是你啊 你们要的外卖到了 觉得服务好给个五星啊 小飞 你等我死了啊 那么不厚道 你应该送外卖也不来找我 你尝尝呗 觉得味道好也给个五星啊 你少多插科大魂吧 听着 这不是你该干的活儿 明日来我公司上班 听你这么一说 好像很瞧不起送外卖的 对 就是瞧不上 别废话 赶紧去辞职 既然你们都这么瞧不起 那我更得好好干出一番事业 给你们看看 你劝不了 你来 小飞 你怎么会 别这样 陈希 可怜我呢 我不需要你们可怜 我现在过得特别好 特别开心 我没有可怜你 我只是觉得 一个人才被埋没了 你知道吗 以前呢我也觉得我是个人才 甚至还是个天才 但现在我发现 其实我除了送外卖 什么都干不了 小飞 我跟罗宾可以帮你的 我已经伤过童韦一次了 我不想他伤到第二次 我 我保证 我保证不会对你有任何的非分之想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之前我让童韦失望过 是因为我的生活被摧毁了 我完全失去了斗志 正因为这样 我要让他看到 不管我谢小飞跌得有多惨 我都一定会站起来 我不会气馁 所以呢 就别担心我了 我真的很好 而且我现在很开心 赶紧把这外卖吃了吧 对了 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起过 我像个送外卖的 现在我真的成了送外卖的 现在已经满意了我来送外卖了 是不是你粗糙的 是不是 行了 不说了 我还有一袋 一会晚了扣我钱 拜拜 小飞 要啥跟我表白了 那挺好 好 祝福你们 谢小飞 谢小飞 你怎么就让他走了呢 我说服不了他 他自己觉得这样也很好 好什么呀 不是 你真以为他喜欢送外卖吗 你知不知道谁把他害这么惨的 谁啊 就是你那好师兄 杨潇 我都查清楚了 杨潇这个人 现在知道小飞玩玩要躲在我这儿 害得小飞赶紧给我撇去关心 这还没完 他知道小飞到处撒潜力 就以科万的名义到处风沙向飞 今天这个外卖 是我让店里点名让他送的 你觉得以他的自力至于去送外卖吗 杨潇 小夕 你看我这儿啊 一忙起来 连时间都给忘了 你怎么了 感觉脸色不大对呢 我听说 上个礼拜总部新招了几个销售 是 有一个是替补的 对 那几个候选人呢 为什么没有账 哦 HR的经理做了一些背景的调查 发现他的职业操守方面有些问题 所以就啊 杨潇 你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要对谢小飞赶紧杀绝 你 小夕啊 谢小飞他不适合这颗外 不适合 那也不至于对他赶尽杀绝吧 看他现在送完卖 不是董事长的意思 其实在你心里 早就想对他赶尽杀绝了 是不是 他那样对你 就算受了点儿教训又能怎么样 杨潇 好 我对你太适了 好 秦律师 还没下班啊 我妈以为我跟你在约会 所以我 正好 我没有应酬 我请你喝咖啡吧 好 我们需要好好聊一聊 好 怎么 我看起来很像是在 审问犯人的样子吗 没有 没有 秦律师 对不起啊 没事 是 放轻松一点啊 我呢 找你出来喝咖啡 是想要了解一下你的状况 你妈那边 你打算一直骗下去 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我很纳闷 你为什么不能跟她说真话呢 我也想说真话呀 可是在我们那儿 女孩从名牌大学毕了业以后 就应该找个稳定点的工作 然后结婚设孩子 我能够理解你妈的想法啊 但你跟那些女孩不一样 你一毕业了 就进了福通这么大的律所 然后又考到了律师资格证 这说明你很有能力的 这才是我妈最担心的地方 我妈怕我事业上太要强 一心都在事业上 到了三十岁还没嫁出去 到时候她在老家就抬不起头了 哪这么夸张啊 你们生活里面的 管别人怎么想呢 其实不夸张的 我妈呢在我们那个县城 当了二十多年的教导主任 我爸又是语文老师 几乎整个县城都认识我们家 而且我从小又比较听话 读书又好 她们一直以我为柔 在她们的计划里 就应该女孩子 从名牌大学毕了业以后 就在老家找一个国企 或者机关待着 好 好 我知道了 但你学的呢是经济法 那你回老家要干吗 每天打离婚官司 不是这样的 在我们那儿呢 女孩子考上名牌大学 并不是为了找一个好工作 而是为了找一个好婆家 可是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 而且我也不想留在那儿 我觉得 像秦律师这样没有背景的人 都能成为律所的合伙人 还有佟伟姐这么年轻 就取得了那么多的成绩 还有我们律所的前辈们 她们的行动告诉我 只要肯付出就会有回报 所以我想更加努力地 留在这个城市里 好 就冲用这句话 帮你 真的啊 嗯 不过毕审 谎言 总有被戳破的一天 你要早点想好对策 知道吗 嗯 我觉得 先把她哄回去再说吧 好 好